inluvian开放世界五个必须知道的亲手小技巧 对于想了解游戏的你肯定有所帮助 大家好我是嘉宾大聪明 最近inluvian上了测试版本的开放世界 我第一时间抢先提论一下 广阔的开放世界 复杂的地形 RPG加自走期的结合 游戏内容总体丰富了很多 目前玩家可以通过官网注册账号 提交内册的申请资格 如果你是之前参与过inluvian自走期内册的玩家 可以使用之前的账号直接进入游戏 游戏的大小十个句 我用的是英伟达1060Ti的显卡 带起游戏来丝毫不费劲 那废话不多说 进入我们游戏画面 输入账号密码登录进来以后 这不就是我们熟悉的竞争场模式吗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当然是旁边的Overworld 开放世界模式 点击play进入游戏 进来以后 由于是测试版也不给你啰嗦 只有一个女性角色可供操作 看这个建模 这个风景也还算不错 按照惯例 我们进入这种3D游戏呢 想要走一走 跑一跑 跳一跳 WSD加空格加Shift 是开放世界游戏的三件套 如果还嫌不够 我们还有E键还有R键 后面能用得到 如果你上手来玩这个游戏 你会发现 有个很好玩的事情在于 它可以空中多段跳跃 在空中按Shift 还可以像钢铁虾一样 喷射飞行 在别人里有还在种菜打牌的时候 这个游戏已经能上天了 值得一夸 不过要注意的是 你的飞和跳 需要消耗屏幕中间的能量条 那虽然说是测试版 但是如果你只能看风景的话 那未免会有些许乏味 不用担心没事做 游戏的采矿和抓Illuvian的宝宝 能给你带来欢乐 我们按N键打开地图 看到这个Illuvian的图标了吗 在这里按E键 就可以选一个副本进去打工 现在好像只开放了一个副本 分三个级别 我们就随便选一个进去看看 反正地图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难度不一样 能获得的资源也不一样 进入的条件 在这旁边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就是这个绿色的燃料矿石 目前还不知道怎么补充 不过用来体验副本已经足够了 随着一个转场 我们就用了副本 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危机四伏 我还以为有一万只怪兽 会朝我中央冲过来 然后我右键掏出我的枪一顿爆射 没错 这个游戏是可以掏枪的 我们按右键瞄准 左键开枪 虽然说不用打怪 但是在抓宠物这块 肯定用得到 在路上遇到这种会飞的小球 那么恭喜你 先打爆它再说 但是又不能离得太近 不然会把它吓跑 如果它飞来飞去 你又太水打不中的话 小机巧来了 先跳起来 然后按住右键瞄准 全世界都变慢了 喝口水 再慢慢瞄 打爆它以后 我们有极力触发一个竞技场的入口 我们按住E扫描里面是什么宠物 看能不能打赢 要是它们人多是中就算了 前期的装备比较拉胯 和它打就送人头 可以去虐一些落单的小朋友 接着我们按住R键 会进入自走棋模式 同时会消耗掉 右侠加尔的5000能量中的625能量 去捕捉ILV宠物 进入自走棋模式 需要打赢才能获得宠物的奖励 这感觉有一项精灵宝可梦 把宝可梦打了半死以后 然后扔球去抓 我们现在扔的这个装置去抓 而且这里同样会有抓不到的情况 抓不到的话 那就只能再找 那那些虫太强 打不过怎么办 至少目前 课情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先让我们把架放下 开始我们的模拟挖矿游戏 在这个不见天热的矿洞里面 跳来跳去 飞来飞去 去收集材料 之前总有朋友嫌弃 开放世界不够开放 也不够世界 那你算是来对了 我探索了半天 发现这个副本是真的大 而且还不限时间 既然是挖矿 我们的小技巧就来了 按住Q键 可以看到红色很显眼的收集品 在地图上也会标出来 按M键打开地图 按右键可以标记 这一点在头顶上的地图也会有显示 照着跑就行了 像这种植物之类的 我们直接按住E就可以收集 如果是矿石 我们可以按E扫描一下 看一下能获得什么东西 然后再决定 要不按R去挖 因为我们体力是有限的 在右下角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体力值 闪电图标 下面那条 是我们的生命值 怎么还会有生命值呢 因为 按理来说 我们应该在这个副本里 把体力耗尽 才是最划算的 而且锻造物品 所需要的资源还是挺多的 所以体验游戏的话 能挖就挖吧 要掏空自己的身体 除了挖矿 其实这个游戏 是可以锻造合成武器装备的 回到主地图 我们打个地图 可以看到这边有个传送点 还有几个图标 就标记了锻造物品 和存储物品的地方 去点一下看看 什么武器 装备 衣服 宝石 包括你要抓宠物的装置 都是可以升级的 需要的材料 就是你刚刚在副本里面 收集的物品 矿石等 比较不友好的一点就是 你得在一个个副本里面找这些材料 并且它没有明确的告诉你 你该去哪里找 看到这些 我的肝已经隐隐在作痛了 还有一些游戏的小技巧 在这里也一次性说完 就是在游戏中 按F键 再按左键 可以放置一个传送点 最多可以放三个 你可以打开地图 长按传送点图标 进行传送 而且你最后传送的一点 还可以成为你的复活点 可以说是跑路必备 如果你在路上 看到这些蓝色的矿石 就像你大力击打 你家老旧电视机那样 打它机枪 它就会发光 这样子跑图就方便多了 目前来说地图比较大 有些地方会比较难跳 有些资源也不太好找 但体验的时候 要多点耐心 最后再总结一下 我认为 印度游戏开放世界 完成度还是比较高的 细节做得很好 可以说是秒杀 大部分人有了 比如我就遇到了 这个五彩斑斓的火烈鸟 看起来充满活力 而且这个角色的模型 差点让我以为 这是3D版本的 英雄联盟卡莎的 弹幕天使皮肤 RP居家自走旗的模式 梦幻联动 甚至还能在其中抓宝可梦 非常有辨识度 可玩性非常强 能让更多的真实玩家 来参与游戏 目前我也是初步停游戏 听说要好好探索地图的话 要跑一个多小时 所以 如果你知道更多的游戏细节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讨论 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加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见